你會發現這資料有點醜醜的 因為它太陽春了 所以如果最後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塗顏色的話 當然以前做法可能要字要塗顏色 然後框線要塗顏色 底色可能要加一下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教各位一個方法就是 你最後可以怎麼樣 看到那個在常用裡面呢 有一個叫格式化為表格 那這個功能蠻方便的 主要是如果你懶得去 想這個表格應該要 怎麼塗顏色的話 其實你可以有一個懶人法 就是點選 格式化 然後呢 去給它填顏色就好了 比如我想要填 不過它選擇好像也蠻少的 就是幾種 但至少聊勝於無啦 比如我填這個好了 OK 點一下 他問你說 你這個範圍是不是這邊 是不是有標 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按確定就好了 好 然後呢 但是 如果這不滿意的話 我們要再點一下 可以嗎 這個好像比較漂亮一點 因為字的關係 那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格式化為表格 這個就把它當 有點像資料表來用 但我們現在不是要拿來當資料表 所以建議 你可以格式化之後 再按一下什麼 轉為範圍 範圍的話就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它這個上面就不會自動幫你加一個 篩選的功能 再來就是把它轉換回 原來的 範圍就可以了 OK 要不要把它 表格轉為範圍 是 OK 這樣就恢復了 好處的話 就是說 你基本上 不太需要 做太多的事情 然後呢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 至少 不要是 黑跟白的 兩種 當然如果你想要讓它更漂亮一點 你可以自己再去把它顏色 美化一下 最後的話就把它儲存一下 一定要記得按否 如果沒有按否 按4 就產距就發生了 裡面的VBA就沒有儲存 那一樣的把它存成什麼 啟用拒絕的活業部 然後把它放在 桌面吧 或者哪裡 那再上傳到雲端 那這部分的作業呢 我們就大概 就完成了 那再來你們就再思考說 如何把這些資料 把它換一下 更改為其他的資料 然後做出 期末報告 那繳交的期限 就是兩週之後 所以會有兩週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好好的去做 這個報告 應該沒有 那下禮拜的話呢 那原則上 我們就 你想要來上課嗎 好了 畫面的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就請各位 在 端午節之前 最 最慢就是端午節那一天 要繳繳這個 期末的報告 OK 然後呢 我就開始 來計算各位的 學習成績了 如果你希望拿高一點 分數 反正不外遇 我剛剛講的 你就再多做一點 變化 然後呢 心得 至少多寫一點 讓我至少知道你的努力是比別人多一些 那你的分數自然就會稍微高一些 那 期末報告 佔的比重是 30% OK 所以如果你期中 考試 如果考得成績不盡理想的同學 也許可以在 期末 這個報告上面 多多努力 OK 好